高中畢業的時候 那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已經幫家裡 賺了很多錢 我也從來沒有拿過 任何的利用錢 但我媽那時候蠻特別的 就是她突然很溫柔的 面對面跟我講話 我媽很少跟我面對面講話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女兒啊 家裡真的快撐不住了 就是 可能需要我去賺更多的錢 但因為那時候 我還沒有滿十八歲 所以我不太知道 她說賺很多的錢是什麼意思 嗯 然後 然後她就說 媽媽可以帶你去 去她認識的店上班 嗯 很難想像是媽媽在對女兒 講這一番話 天啊 我們不能選擇我們的家庭 面對家人的要求該怎麼辦呢 何萍妳是從小就非常的怕媽嗎 為什麼 嗯 因為我爸爸很少回家 然後他稱名於賭博 所以家裡的經濟狀況不太好 然後從我有意識開始 我媽就 對我很兇 我很常 莫名其妙被打 比如說 弟弟可能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讓媽媽生氣 然後他就會跟媽媽說 姐姐弄的 然後我就會被打 是親生的嗎 我先問一下 我媽是親生的 但是 我後來長大之後呢 有從 去改名字 然後從戶籍藤門上發現 我身世的秘密 就是 好像我不是我 我的爸爸不是我親生的 對 所以我覺得 那妳的生父是 我生父我不知道是誰 所以我覺得 我媽有可能是因為 她跟前男友的關係 我的生父可能是我媽的前男友不好 所以她把她的 對前男友的恨 都發在我身上 移情 疑恨作用 對 所以妳是從很早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就開始必須要 幫家裡來賺錢 對 我在國中畢業的時候 我媽媽就叫我休學 她要跟我說 家裡的經濟狀況不好 然後爸爸都沒有回家 然後生活快過不下去了 所以我那時候是 早上做早餐店 然後下午做量飯店的工作 當送影院 然後每天呢 是凌晨三點半要上班 然後早上十一點下班 下班之後就是回家 幫幫忙整理家裡開店的環境 我們加上手持開珠寶店 整理完環境之後 幫家裡採買中餐啊 等等的 就是一些家裡 家務室 雜事 之後下午三點 再去上量飯店的工作 然後量飯店的下班時間 是晚上十點 這麼累 然後晚上十點下班之後再回家 然後凌晨三點再起來上班 這種日復一日的工作呢 就持續了大概一年 一年的時間 開珠寶店應該還不錯啊 但是因為那時候 家裡住在北港 然後是比較鄉下的地方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生意 沒有人會 在鄉下的地方賣珠寶 所以才會需要我去 幫忙家裡賺錢這樣子 那你弟弟也一樣 在工作這麼忙碌嗎 弟弟沒有 我媽也有做男情女 就是吃飯的部分 我會每天去幫家人買便當 但我選的便當 只能選五十塊的便當 但弟弟可能可以選 八十塊到一百塊以上的 那如果我選八十塊的便當 我媽就會罵我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要幫家裡省錢 你工作做那麼多 你睡眠最少 體力需要最多 多吃一點 你有賺錢耶 對 弟弟又沒有 他就是會生氣 他會罵我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 弟弟他們睡覺的時候 夏天很熱 他們可以吹冷氣 但是我不行 就有一次 有一次我偷偷的開冷氣了 我媽馬上就發現 然後他就開門進房間之後 直接把冷氣線剪掉 然後這樣子的生活 持續一年之後 因為很羨慕 其他的國中同學 都已經有正常的讀書 所以我就寫字條 這個忘了講 我以前跟我媽媽講話 是靠寫字條對話的 因為我很怕跟他說話 然後讀書這件事情 是因為真的很想讀書 所以我就晚上寫信 跟我媽說 媽媽我很想要讀 美容美髮的科系 我一樣可以去嘉義那邊 因為北港沒有這種科系 所以我說我可以去嘉義那邊 讀見教班 白天可以一邊上班 一邊上學 但我媽沒有辦法讓我離開 她的視線範圍 所以她讓我只能待在北港讀書 但是北港的科系就只有 它只有一間學校 然後只有兩個科系 一個是微電腦修護 一個是機械科 那因為我很想讀書 所以我也沒得選擇 一部分是因為我不想要 一直在媽媽的視線範圍裡面 對 所以我就選了 微電腦修護 她就妥協了 所以我每天之後的生活是 白天在量飯店工作 晚上在讀書這樣子 好 很辛苦 妳那時候曾經喜歡一個男生 但是卻留下了一輩子的陰影 發生了什麼事情 國中的時候 我喜歡國三的 國藝的時候喜歡國三的學長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媽就發現了 發現之後 她就覺得我跟這個學長 有什麼關係 所以她就直接把我帶到婦產科 帶到婦產科之後 她就看 跟醫生說 她要看著我檢查 然後那時候我上了那個 那個八腳椅嗎 還是什麼 八爪椅 跨腳台 跨腳台 我跨上去是 醫生還是男的 醫生跟著我媽 然後看著我的下體這樣子 然後醫生跟我說 妳放心妳女兒 處女模還在這樣子 但從此我就很害怕看婦產科 最後妳媽媽做了一個要求 我覺得這個就很離譜 她希望妳去酒店上班 就是高中畢業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已經放假 賺了很多錢 我也從來沒有拿過任何的利用錢 但我媽那時候滿特別的 就是她突然很溫柔的 面對面跟我講話 我媽很少跟我面對面講話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女兒啊 家裡真的快撐不住了 就是 可能需要我去賺更多的錢 但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滿18歲 所以我不太知道 她說賺很多的錢是什麼意思 然後 然後 然後她就說 媽媽可以帶妳去 去她認識的店上班 很難想像是媽媽在對女兒講這一番話 天啊 然後每天媽媽會在妳上班下班 妳不用擔心妳會 會有危險 然後呢 因為我沒有看過媽媽 這麼溫柔的對我 然後我就覺得 我是不是答應她 她就會 對妳好 她就會愛我 就會讓我有絕對 幽默愛的感覺 所以我就答應她了 可是這樣子的生活 大概持續了三個月之後 我越來越受不了的原因是因為 我媽媽開始買了一些 我不太能接受的衣服 就可能越穿越露 妳媽媽叫妳穿那些衣服 對 就是越穿越露 然後要我在她面前 穿高跟鞋走路 就是要走得很像 有酒店小姐的樣子 然後 每天回家的時候 她都會收我的全身 就是 可能內衣裡面 內褲裡面 鞋子裡面 她覺得我會 藏錢 天啊 她覺得我會藏錢 所以這時候開始 我就受不了了 然後我就 決定離家出走 對 然後 這樣忍不下去的 對 就是 就我覺得 所以妳所有在酒店上班的錢 是都被媽媽拿走嗎 對 都是 因為每天校長回去 她一定要我把錢 直接拿給她 然後她也會跟櫃台對 說我今天上班 到底有多少錢 就是會算清楚 看我有沒有偷拿錢 我最後是覺得說 我都已經 從我有身 有意識以來 有想法以來 我為家裡付出了這麼多錢 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妳為什麼還要這樣子對我 所以我才決定離家出走 然後我離家 走得好 早該走了 我走的時候是看著我 我媽在我上下班 然後在我上班 我看著她開車走了之後 我就跟那時候的男朋友 一起私奔到高雄 妳後來有跟媽媽 在聯絡或見面嗎 我在高雄的那段時間 我媽都有 不知道為什麼她都有省力 就是有辦法找到我的手機 我已經換了兩三次手機 她都有辦法找到 然後一直傳訊息跟我說 妳難道一定要 我死了妳才要回來嗎 就是會有那個 情緒勒索的問題 然後弟弟們 也是都有傳訊息 傳那個幾十通 那時候流行幾十通 跟我說媽媽其實很擔心妳 妳要不要跟她聯絡一下 但是我都不要 因為我覺得我回去 可能會很慘 對 然後我媽有報了三次的失蹤人口 第一次呢 警察有把我抓回北港 從高雄抓來北港 我就跟警察說明了 我在家裡遇到的狀況 然後警察可以理解 她就有放火回高雄 然後報第二次之後呢 也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也是抓回去 然後我說不能讓我回去 我回去我就死定了 所以又放我回去 第三次呢 警察就直接電話給我 妳說妳不用回來 妳媽那邊我會處理好這樣子 妳們這警察還滿 遇到好警察 對 還滿有人性的 還好有這個警察 最後媽媽那時候 也罹患了癌症嗎 對 她子宮頸癌末期住院 然後 家裡的人都有打電話 跟我說要回去看她 因為媽媽真的很嚴重 可是我那個時候 應該說不懂事嗎 其實那時候對她還是很狠 妳還是很害怕 就是很害怕 然後也很討厭 很恨 是很恨的 所以我沒有回去 然後一直到 我媽媽過世的時候 我媽過世的時候 家裡的人都跟我說 妳媽媽在等妳 妳媽媽在等妳 就是如果她沒有看到妳的話 她走不了 所以我就 算是心不甘情不願地回去 然後我回去到醫院的時候 她一看到我 耳心感受 我一看到她嚇一跳 就是她全身腫得跟米其林一樣 然後她的眼白是紅色的 是正紅色 就是都是血 然後她看到我 也都沒有講話 就是 流了一行血淚 然後就走了 可是當下的我 是沒有任何情緒的 就是 覺得好像鬆一口氣了 就是 解脫 解脫 對 就是覺得解脫 可是我現在 長大了 成熟了 我就會覺得 妳為什麼 最後一點訊息都沒有給我 就是妳知道妳自己生病了 妳 不可能 妳不可能是突然生病的 妳至少要留個遺書給我吧 妳至少跟我說個對不起 或是說妳辛苦了 我都覺得 我現在可能會過得更好 對 因為 在我媽這件事情之後 我有去看過心理醫師 醫生跟我說 我現在的狀態是有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就是因為受到我媽媽 這樣子的影響 所以其實我到現在 我還是會覺得 媽媽妳怎麼可以這樣子 因為女兒是很需要 母親的愛的 對 妳怎麼可以這樣子 從小到大 對我怎麼樣的不好 然後妳最後走了 卻什麼都沒有留給我 我覺得這個是到現在 還糾結在妳的心裡 她不知道媽媽為什麼這樣對她 為什麼媽媽不愛她 然後讓她承受這麼多 媽媽沒有解釋 也沒有抱歉 什麼都沒有 她等不到 媽媽已經走了 這是一個沒有辦法 化解的心結嗎 黃老師怎麼辦 她媽媽的個性 是一個非常倔強的女人 也是不服輸的女人 而且是掌控欲很強的女人 妳看她幾個階段 她第一個男人不好 生下這個女兒 這個女兒就不是一個 對她來說不是一個必要的 也不是個幸運的 所以她就不喜歡她 妳看一個青山的母親 把她親自送去酒店 然後懷疑她跟男朋友 發生關係 直接到婦產科去 檢查她的處女墓 妳就可以知道說 她媽媽其實是一個 看起來極強 其實是一個很沒有安全感 甚至也沒有真正 得過愛的人 所以她不懂得 怎麼去愛人家 她只知道怎麼去 勒索跟掌控而已 那不幸她碰到這樣的媽媽 那妳現在我是認為說 和平妳一定要把自己 要學剛剛 妳旁邊的劉老師這樣子 妳要告訴自己 妳存在的價值 是不一定需要父母親 或者兄弟姐妹 跟你鼓掌 妳才可以活下去的 因為妳想想看 妳國中生 妳就開始去上班 去工作 所以妳不怕一個人 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 所以妳就要放寬心 然後去迎接妳的新生活 那至於上酒店 到酒店去上班什麼這些 妳都不要把 妳都要把當作是人生 很珍貴的經驗 妳懂嗎 各行行出狀元 我就說可惜我不能喝酒 不然我絕對是媽媽賞 我跟你講 我國中畢業 我也去應徵酒店 沒有選上 她說我沒有那種 那黑美人我們不要 很特殊的經驗啦 對 OK 好 今晚 妳有空來開放嗎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